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香港特首选举因为疫情压后至5月8日举行 最近有两名不见经存的女子突然宣布参选 其中一名女士赴上37业政纲似乎满怀热性 另一名宣布参选的女士现职保安员 她觉得香港欠奉由心有力的领导人 今次她以香港明天会更好为参选口号 对于这两名宝剑出竅的女将 有选委表示我不知道她是谁 香港01报道 这名37业政纲出竅的女士名为李梓嘉 她近日虚信选为争取提名 开仲名义说自己是特首参选人 她表示自己强烈的使命感 要带领香港抵立前行 希望令香港市民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她在信中提出了包括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推动全港民主发展等八大政纲 有身兼立法会议员的选委证实 的确有收到李梓嘉表示要参选的内涵 不过信中并没有介绍她自己的个人背景 选委都说我不知道她是谁 上网搜寻李梓嘉 相关结果寥寥可数 其中有一篇是2006年的报道 里面提及李梓嘉获得华侨大学颁法奖学金 颁奖者是时任立法会议员财素玉 但未支持李梓嘉和宣布参选的李梓嘉 是不是同一个人 当香港01记者致电李梓嘉查询 对方似乎颇为错愕 多次说我不想说太多 但承认有向选委发信 计划参选特首 另一名表态参选是52岁賴洪梅 賴女士自称毕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 曾经担任中学教师 现职保安院 她还说今次参选是代表 全港30万保安从业园 賴洪梅的正刚主张相当破价 其中包括取消所有派委及公开市 两元乘车优惠扩大至12岁以下小通 另外她又提出凡在本港注册结婚的准生人 必须参加由加计会负责的婚前辅导课程 希望透过准生人在婚前加深认识 藉此减少家庭暴力、婚外情 与李梓嘉一样有选委收到讯息后表示 不知賴洪梅是何许人也 香港01记者同样致电向賴洪梅查询 与李梓嘉不同的是 賴洪梅接过电话后悍悍而探 说自己一直低调 但觉得香港欠奉由心有力的领导者 沽决定参选 还表示计划本周日在网上正式宣布 全球资本市场的崩溃情绪 迅速波及到在香港这样的小型 而开放的经济体 交易所出现一片人仰麻烦之势 在这场抛售潮之后 包括30家最大中国科技公司在内的恒新科技指数 市值大幅缩水至1.14万亿港元 而亚马逊一家公司的市值 就有1.5万亿美元 苹果一家公司的市值 甚至超过了整个明成中国指数 明成中国指数已经全部回套了 自上世纪90年代初成立以来的累计回报 恒新指数的本论暴跌 都是1970年以来最惨烈的一次 交引国际董事总经理 兼首席策略师洪浩泽问应为 细枝审视了香港的交易活动后 注意到 造空量和恒新指数的隐含波动率 已经飙升到历史最高水平之一 如此居高不下的造空力度 和市场招出情绪较相辅应 但值得注意的是 这么高的卖空量 既可能发生在极端的市场压力下 都可能是大灾难来临前的预警讯号 鉴于恒新指数最近的暴跌 是五十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 如此高的造空量 表示市场正在全面溃败 如此强的买空量 可能是后续市场强烈反弹的动力 但完全消化如此庞大的造空交易量 都常需时一 取诸美联储首次加息 已经如期落地 香港金管局都宣布 按照联系汇率机制上调基本利率 同时继续有条不敏感缩表 或者是为了在美元走强的情况下 稳定港元 金管局的这些举措 在保护香港经济的同时 都对恒新指数施加了过度的压力 在这次史诗般的抛售之后 恒新指数性深陷于深度配置价值 这种极值在市场陷入严重困境 同时挖搬除美国经济衰退 如果美国经济未出现衰退 市场极值低迷时 恒新指数往往迅速回升 这种深度配置价值 和市场底部相一致 然而当市场暴跌 同时美国经济出现衰退时 恒新指数将从这些水平反弹 但随后将在床伸低 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五孤议员反对 宣布放宽防疫措施 缠缓全民检测 有评论清清零和保经济预似 和红掌不可兼得 林郑选择后者 至去年10月 香港部分议员和在港党媒等 都力推全民强检 21日林郑在疫情法部会上即现 很多今天早上仍施压 叫我们做全民强检的人士 都要凡思 21日下午 民间联会应指尊重港府的决定 但新闻党立法会议员李梓荆 就表示对林郑失望 質疑从始至终 港府都没有打算做全民检测 立法会议员何君尧跟批港府 单方面宣布放弃了 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 何君尧指疫情期间 大陆城市军实施禁足令 进行全民强检 达知动态清零 未料到林郑今天竟然宣布 暂缓全民检测 何君尧批评 暂缓强检如同举了八旗 然后趴在地下 表现比躺平更差 只不敢相信林郑单方面宣布 放弃动态清零 更不相信中央会被香港与病毒共存 清零一直被指认为 是重挫经济的绝大杀招 令香港百业萧条 都引发商界不满 更日多名一向支持政府的建制派人士 均发声批评港府的防疫政策 南桂方集团主席 盛志文向明报透露 不少在港国际企业的商界人士说 若果政府仍未能交出 重开国际韩线的路线图 或考虑来说 根警告指对很多大企业而言 3月21日是最后限期 她形容全世界正在重开 世界不会等香港 有评论指 林郑的铁碗清零政策已经相及商界利益 同时亦不得北京欢心 北京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 中共吸纳外资的窗口 疫情之下 中国经济已经遭到重挫 香港再变沽盛 中国经济都会随之清零 与其清零 中共更希望香港经济复苏 带动大陆经济 因此 林郑才做出让步 在清零和保经济不可兼得的情况下 选择后者 上周 特首林郑月娥表示 早前因应疫情收紧的防疫措施 将于4月20日戒门 政府会就一系列防疫偵測做中期评估 21日林郑举行记者会宣布分三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至于备受争议的全民检测 她亦宣布暂缓 林郑表示 近几日扬升刚刚有所回落 疫情商量势头已被压制 香港是经济发达社会 因此需要社会继续混转 经济方可以稳步发展 这是政府重新审视放宽防疫措施的原因之一 早前政府实施地区性航班熔断机制 禁止微英加澳等9个国家的民机飞递香港 林郑指该措施已不合时宜 因为他们的疫情不被香港测 继续禁票会导致大量制留在 该9个国家的港人无法反港 因此将于4月1日起 取消9个国家的禁票令 抵港后检疫期缩至最短7日 此外林郑表示 政府将于4月21日起分三阶段 在3个月内解除大部分社交距离限制 在第一阶段内 康民署核下的体育署所、博物馆、表演场地 和图书馆都会重新开放 餐厅每台人数放宽至4人 晚时恢复堂石 但酒吧、酒馆需继续关闭 直至第二阶段 到第二阶段 表列处所名单上的剩余处所将重新开放 亦都会将每台人数上限放宽至8人 康民署核下的泳滩、泳池都会重新开放 餐厅堂石时间将由晚上10点 现场到午夜12点 届时酒吧、酒馆都将重新开放 第三阶段将继续放宽聚集人数限制 不过林郑强调市民出入仍需陪戴口罩、使用安心出行 及出示疫苗通行证 处所聚集人数仍然有上限 至于全民检测 林郑即宣布暂唤 指全民强检规模具大、史无前例 亦要有禁足令配套执行 目前香港情况不适合实施全民检测 她又指大陆可以做到不留一户的彻底检测 为香港社区组织能力较弱 但强调特区政府仍然会继续分析研判疫情 若时机合适且条件具备 不排除实施全民检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